大家好 兰花的黑斑病也是一种很常见的病害 如果说我们平时养护不当 湿肥不当 尤其是给它喷湿叶面肥 方法不对的话 是很容易造成兰花出现黑斑病的 那我们该怎么预防 该怎么处理呢 首先我们要正确的判断黑斑病 因为黑斑病它跟碳菊病是有所区别的 碳菊病的话 一般都是在兰花的叶边沿 斩生斑点像被火烧一样 但是像这种黑斑病的话 它就随意分布 哪个地方它都会有 然后它会透过兰花的叶片背面 这种是非常严重的黑斑了 如果说我们的兰花得到了严重的黑斑病 那么我们的处理方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得病的这一株老苗 直接给它剪掉 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状态下 我们可以用药来做预防 在不严重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用甲鸡托布金 或者是用这种戴森母心 按照一比八百的比例 对水给它喷湿这个叶片 然后兼止五天给它喷湿一次 连续使用两到三次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控制了 这个叶斑病的发展 所以说我们对付这种叶斑病 主要是以预防为主 我们平时染护的环境一定要通风 这是最关键的条件 另外我们给它施肥 尽可能的薄肥勤施 比如说用这种兰化 装用有机营养液 因为这种是有机肥 我们也可以给它按照一比 一千的比例 浇灌根部十五天一次 也可以对水 按照一比一千五的比例 给它喷湿叶片 这样的话 它不容易引起兰化的叶斑病 而且我们给它喷湿叶片肥之后 最好在第二天早上 再给它喷一次 这个灰水 清洗掉叶片残留的一些肥水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 叶斑病的发生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兰化的叶斑病 该怎么预防跟处理 我们下一期再见